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当今环保工作的重要课题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种应用于污水治理工程的生物治理技术 水污染已经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 治理水污染是当今环保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如何利用高科技技术减少污水处理的投资和运行费用 如何利用现有的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设施设备 提高其处理效果 降低造价和运行成本 使各级政府关注和探寻的问题 众所周知 我国各城市的河流因河水流动性大变化大 采用常规的人工和机械疏通河道 都不能根治河流的污染问题 而海南省海口市大铜沟银河路段的污水治理生产性实验 却令许多关注者耳目一新 治理工程由香港联保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在治理现场除了循环喷水装置外 没有大规模的设备 治理人员每天一次性定时定量 向生化区投入固体军剂和液体助剂 治理60天后 海口市环境监测站连续监测数据表明 大铜沟银河路段的水质 已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四类水标准要求 污泥仅为治理前的四分之一 河水清澈透明 原来的臭水沟里 现在已放养着200多条红鲤鱼和红金鱼 已存活了四个多月 那么是什么方法既不需采用大量的设备 又能达到如此良好的治理效果呢 这就是香港联保实业有限公司的 高科技生物工程技术 WTFG生物法污水处理技术 我们公司为了在污水厨里走出一条 投资少尖较快的路子 最近几年我们研究出了 具有世界的先进水平WTFG生物法 这个方法具有四大提点 第一不用污泥 用固体的维生物 针对性很强 效果很好 第二 爆气方式 主要用FG21 不用传统的爆气的臂 第三 具有投资少尖较快的铁点 第四 没有第二次污染 没有新的活性物银产生 我相信 一个对国家有利 对人民有利的高性技术 一定会在中国深耕开发结果 治理人员往河里撒放的 就是这项技术的关键 WT12固体微生物军剂 和FG21液体专用铸剂 WT固体微生物 具有高浓度组合的特点 它们已经掌握了1200种微生物 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水 组合为不同的微生物菌 这种高效的微生物菌 每克中含有10亿到60亿个微生物 利用它治理污水后 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不会有新的污泥产生 而WT21专用筑剂 具有在水中吸收续存 释放氧气的作用 使污水中氧气达到了 每升3到6毫克 对于海南这么一个特定的地方 用微生物处理技术来处理 这个生活污水 以及处理 将来要发展到其他的污水处理 应该就像开阔的前景 在海南省大铜沟银河路段的试验 获得成功之后 海南省亚龙湾污水处理厂 广东省东莞市 上海浦东开发区的河流治理工程 也相继开始采用这种投资省 建效快的方法 在三亚市风景秀丽的 国家级旅游度假村亚龙湾 西县生活污水治理改造工程 正式采用了这种生物法 这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 加设一套循环喷水系统 而停止使用原设施中 投资最高 用电量最大的生化池 处理后的水质 达到了海南省的要求 由于出水水质很好 可以直接排入大海 运行费用比传统的污泥法 减少30%左右 富美公司的微生物污水 处理技术 在国内很多省份 他们都洽谈过 最终 最先在海南落户 这是我们一直在跟踪 那个技术的一个结果 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 WTFG生物法污水处理技术 将得到不断推广 我们相信 这种生物法污水处理技术 将为我国的环境建设 做出巨大贡献 将为我们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